今天影片要来测试幻象套装对于要素来说是否使用 幻象装备和附魔都要先解构17.1虚幻浮现任务 然后使用任务道具来兑换 资料放在资讯栏 首先先给大家看到 我身上用的装备跟我之前分享的初期装备是没有太多差异的 等级到达130之后就可以换幻象套装 那幻象套装跟这些装备穿起来的前后差异在哪里呢 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来帮大家做一个比较 如果有说明错误的地方再请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我的装备上附魔的都是INT比较多 基本上都有显示在素质表上面 但是有几个是在素质表上面看不到的 像是我的变动涌唱减了48% 固定涌唱也减5% 但是因为欧服的关系涌唱时间又多了15% 接着看服饰类的部分 我的头上中下使用附MATK加1%的服饰 还有两件的影子心灵独手饰品 接着讲一下幻象套的部分 在我的100等装备分享影片里的时候有说到 选好你要玩的妖术类型 再来选择要插的卡片 幻象装备每个部分都可以有三个附魔 也有指定的附魔内容 类型以及数量 附魔前请先看清楚每个部位可以附魔的内容有哪些 首先我的幻象机甲B型加9付了两个改造模组MATK 还有一格可以使用改造模组Delay 我现在买不起所以我就空着一格 先前在视频的部分插鉴于卡可以防断油 这边我选择在铠甲上面使用幻影梦魇卡片来防断油 再来是幻象推进翼B型加9付改造模组ASPD 技能后延迟两个跟改造模组ABOVE一个 X邪灵长老卡片 鞋子是幻象战靴B型加7 目前暂时没有任何附魔 那就这几个推荐给大家参考 最后视频的部分 幻象战斗晶片R 附改造模组魔力一个 和改造模组攻击速度一个 幻象战斗晶片L也是一样的各一个 空的那一格本来是想要简单的就附改造模组I或D 但是改造模组MHill跟M Soul还是比较有效益的 所以就看个人所需再决定 接下来我就快速带过 换整套幻象装备的效益加成有哪些 我先把影子套的部分换成影子职业套 因为我是玩大帝妖所以我到风属性的希尔士兵的这张地图来做测试 这边先使用原本的装备跟影子职业套 我的大帝粉档输出大概都在44000-54000左右 接着再把装备换成幻象装备 实测之后我的大帝粉档输出大概落在73000-81000左右 幻象它的CP值有多高应该就不用再多做解释 而且我的卡片跟附魔也都还没有完全弄好 光看伤害的话就已经有很高的落差了 减少的部分涌畅可以选择这个来使用 或是使用服饰的披肩附魔 附魔的部分本来就很看个人需求再去做调整 我的附魔也只是仅供参考 总觉得我好像有讲错什么 或是少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就麻烦大家在影片底下再帮我做补充吧 对于装备实测的部分还不是很熟悉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好的那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想要玩妖术的小资玩家 卡片插卡的部分 之后会跟我现在所穿的装备 一并的在做整理和介绍 好的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或是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想知道更多妖术的资讯的话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更新的讯息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